歡迎收看電影情報站 我是林舒嬅 去年2019年 電影工業在全球創下了 超過400億的票房 但是今年因為疫情的印象 有一些電影都延後上映了 例如說大家非常期待的007 還有黑寡婦 大家都非常在期待跟等待 電影的光景什麼時候會回來 但是我相信 疫情不會停止大家想看電影的心 所以今天電影情報站 幫大家整理 現在正在熱應搶檔的電影 有哪些呢 正在上映中的電影 首先我們要來看到的這一部是 女生我最美 它可是改編自真人真事 把英國金榜暢銷 排行榜冠軍的軍妻合唱團 他們動人的故事搬上了大一幕 找來的更是由英國奧斯卡德主 克里斯丁石頭的湯瑪斯 還有獲得了曖昧獎提名的雪倫 霍跟他們一起共同來飆戲 他們在這部電影裡面 飾演的是軍人幹部的妻子 分別叫做凱特和麗莎 而他們就帶領了一個軍妻俱樂部 當然在裡面的都是軍官的太太或是愛人 而在游泽他們的丈夫還有愛人 要出發到阿富汗願地來去駐軍 長久都不在他們身邊 所以這群軍妻俱樂部 他們就要想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在丈夫不在的時候來排遣寂寞呢 就有人提議囉 不如我們來組一個合唱團吧 但是聽在大家言而理 應該會想說 可是對於唱歌 平常也沒有在大家面前開口 唱歌的經驗 或是搞不好連上台都會緊張 會卻唱 這個要怎麼樣凝聚大家的力量 一起來練唱呢 尤其到後面他們還接到了一個任務 就是要在一場非常重要的 紀念典禮上面來表演 那這群軍妻俱樂部的這些妻子們呢 他們要怎麼樣在短時間內 來克服心裡的恐懼 勇敢的站上大舞台呢 這件事情到後來 還甚至引起了國際媒體之間的關注 就要帶大家 透過這件事情來看這一群女生 她們在面對親情 愛情和友情之間 她們是如何讓自己非常的勇敢和堅強 然後導演就說了 透過女生我最美這一部電影裡面 有許多巴黎年代經典的歌曲 想要讓觀眾們進入到 這些電影裡面的角色 和她們一起大笑 一起流淚 一起感動 或者是一起在面對人生中的 每一個階段 可以透過這些角色帶給大家力量 我們來看女生我最美 爸爸 明天你會離開世界嗎 我看著媽媽 如果她們的股票 如果她們會被困惑 我會被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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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來做一些 有趣的活動 我們要來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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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曲 Um... 這個是很好的 這是很漂亮 這個忘記 when my parents got divorced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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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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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那是是,我可以做的 在她猛士消了 是一堆 一會兒 如果你以為歌唱歌 是我覺得歌手 你會越來越揍好 字幕 告訴我們 我們都失去認識他們 我會癒大將電話 我的電話 每次一旦的门银行 你怎么办 你可能不需要的庙依旭 但是那些女人会 在座椅里的座椅 听到你的座椅 如果你是否看你 你会找我 时后一会 在这些座椅 我需要你唱到的Festival的Remembrance It's on TV The big one We need to be organised Something we both know is not your strong point Do you know what? All you do is belittle me But I am trying This is going to be a disaster Guys, please don't give up I know we can do this Great music doesn't happen when things are perfect It happens when you care This choir isn't about singing for ourselves It's about being heard Behold our choir Dignified, noble, full class 再來這一部是愛情喜劇片 戀愛倒帶中 在故事裡面的女主角玛利亞 她是一位法律系的教授 而她有人人呈現的婚姻生活 她和她的初戀情人 兩個人的結婚 已經長達超過了20多年 但是這個玛利亞 她一直有著不為人知的秘密 也就是從她結婚的那一天 她就不斷地在投資 而且範圍極廣 從路邊咖啡廳的店員 到她自己的堂哥 她的家人 所有都和她曾經有過一段關係 我說玛利亞 妳這是時間控管大師啊 因為玛利亞她每天 還是準時的回家 然後裝作當一個好太太 好妻子 但是她卻被她老公發現了 而她老公發現她出軌的證據之後 沒想到這個玛利亞竟然 就覺得無所謂 就是說我覺得必要的出軌偷吃 是在這個婚姻生活之中 維持我們兩人之間感情的 一個最基本的元素 這一聽她老公當然是不能接受 兩個人大吵一架 而玛利亞就更小 重心 她就出去 她離家出走 但是她也沒有離家裡太遠 她就選擇了她家對面 對接的一個飯店 212套房 為什麼會特別選這個 因為這個212號套房 正好窗戶看出去 可以看到他們家 所以她就想說透過這個窗戶 也可以偷偷看一下 老公自己在家裡幹什麼 好像也不錯 所以她就要進去到 這個212號套房了 她打開門竟然發現 小鮮肉實習的老公 竟然在這個房間裡面 什麼意思 就是她老公變年輕的時候的樣子 出現在這個套房裡 而且玛利亞這個腦中 一個一個和她接觸過的人 竟然也都出現在這個套房裡面 大家對她開始質問 為什麼不愛妳老公 妳還愛妳老公嗎 原本這玛利亞覺得 離家出走 可以求一個親近 沒想到這忽然來 大家的言行討問 那這個玛利亞她究竟 還愛不愛她這長達結婚 超過20多年的老公呢 尤其這一部電影 我在網路上有看到一個印評 我覺得她寫得很好 她說愛情或許沒有保鮮期 但是這個裝載愛情的身體卻有 我們一起來看看 這一部電影是戀愛倒帶中 從來自然之間的 我… 你是不是這麼年紀? 我開始就被破壞了 你把你提醒了嗎? 你不想過嗎? 你別這樣說,你還知道嗎? 為什麼要醒醒你… Maria? 誰? 你不想找人的老師? 如果你決定了我,你沒有找到誰? 我不想找到你了 你不想找到我了 你的画面 你特意稍等到你的眼睛 你有毛巾上去骨肉 你真的要聘記得 和他同样的纪纪 你也需要过去那一旦 因為我通缺了 那天感官 你会有我们的细档 你发生了解 你 ésなく 你也 clas 你还在这个以前 可是谁 клas 没人和他一起 你都想着 都人 那天 在事件中间 那核心 因此 那核心 女婦人士必須相對 尊重 依靠 助 助 助 護照 女士是教授的法律 從未知識到 永遠不會知識到 同樣的恐慌 要無法逃亡的好處 而剩下的男人 你會知道 你會知道 我們不會再看我們 Gilly夫人是極具影響力的 女性科學家 但是你想 如果這部電影只是圍繞在科學家 她的科學貢獻的話 是不是比較稍嫌單調了一些 所以這就非常考驗 電影團隊是如何呈現 Gilly夫人這樣的偉大科學家 她是如何鐵緊大眾的生活 這部電影就是 Gilly夫人 放射永恆 尤其是任何一個名字 或是任何一個角色 你要在她前面加上一個頭銜 其實是很快只要加上幾個字 例如說你在林舒嬅的前面 加上一個電影說故事加 很快對不對 或是在Gilly夫人前面 加上一個史上最偉大的 女性科學家 你幫她加上這幾個字很快 但是要爭取這樣的頭銜 其實要花上很多年的時間 甚是一輩子 像是Gilly夫人 她身上有什麼樣頭銜呢 她是第一位拿下諾貝爾的女性得主 尤其她也是第一位 同時拿下兩個諾貝爾獎的科學家 她更是第一位在巴黎大學任教的 女性教授 所以這麼多的偉大貢獻 這一部電影 Gilly夫人 放射永恆 就是要帶大家來去看 Gilly夫人她在發明這些 可以影響整個 足以影響整個世界的元素之外 還有她波折的情路 就她遇到了她一生的摯愛 也是皮耶 Gilly 是她的老公 可是在她的老公去世之後 她卻深陷了小三的罵名 所以她背負了這麼多 大家對她的不公平 或是不平等 或是一些攻擊她的字眼 還有這些眼光 她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挺過來 再次拿下諾貝爾獎呢 我們透過這一部電影 帶大家看你所不知道的Gilly夫人 這部電影是Gilly夫人 放射永恆 I have been haunted my entire life looking for beauty in the new Science is changing and the very people who are running science are the people who believe the world is flat I'm going to prove them wrong I have discovered a new element you change the world I must ask you please to leave my laboratory If my science doesn't speak for itself then you have gravely misunderstood it you threw a stone in the water the ripples you can't control I want to believe the world is full of light not darkness 現在正在上映中的電影 還有接下來這一部特別嘉賓 這可是由之前以色情酒店入圍了 坎城影展以及以意外的春天 這部電影拿下的 第五世界坎城影展評審團大獎的導演 艾騰伊格妍 她的最新作品 這個故事就以一對婦女之間 複雜的情感來用插序的方式 探究她們的過去和現在 還有過去的相愛以及現在的誤解 這故事在說什麼呢 故事裡面的女兒 她是一位老師叫做維洛妮卡 維洛妮卡她也是學校裡面 學生樂團的指揮 熱愛音樂的她就帶著學生 到處去巡迴表演 而有一次晚上在旅館的時候 她因為開了一個玩笑 她竟然被關進監獄裡面了 為什麼呢 她被關進去的罪名是說 濫用教師職權 進行未成年學生 但是明明她什麼都沒有做 她可能只是開了一個玩笑 但是她什麼都沒有 對學生們進行肢體接觸 都沒有 但是大家想要還她金擺 想要放她出來 這個維洛妮卡卻堅持說 不 她有罪 就讓她關著吧 這看在爸爸的眼裡 因為爸爸吉姆她身為 她的工作是食安稽查員 平常在工作的時候 眼裡可是容不上一根頭髮 她怎麼能夠忍受 女兒身上有被關的污點 所以她要來捍衛自己女兒的名聲 尤其這部電影特別嘉賓的 佩樂大師更是找來了 以少年拍的奇幻漂流 拿下了第七十屆金球獎 以及第八十五屆奧斯卡 最佳佩樂獎項的麥可唐納 來幫這部電影佩樂 也是串起整個劇情的重要關鍵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部電影吧 特別嘉賓 我請了個封面 我請了個封面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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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因為 我要去去寝 我沒有想要任何的 學生 和我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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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做什么? 不 我做什么我做 我做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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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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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你可能听到我的女儿 什么事 我是一个 теперь 我可以說 would you come to her 什么地方 我能多吃一瓶 我要多吃一瓶 真的 要被你吃的 我的女儿 你不能答你 你会想要怎么做 你会体会 你不想要吃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去寝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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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知道 是否是真正 他在弄着她 所以我们开始弄着她 我认为 我认为我们是最好人 不管是正确的 他们会来办 他是一个男生 我从来没有信到 我永远还会见到 我的女孩 是下手 是无法做的 状态 你做的 都可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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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事 我让我找到 这个人 拆了这些人 这些人 I think I'll become their guest of honor 以九州福岡里面有个旧犬名隧道 他发生的真实都市传说故事 改变而成的电影 这是日本的恐怖片《犬名村》 而且他的导演更是有日本恐怖大师之称的 青水虫导演所指导的 导演他就说了 其实他原本以为 很多人都说恐怖片都是年轻人比较爱看 但是办了试验会 试验会之后 他发现有很多中高年龄层的女性来看这部电影 而且看完之后还跟她说 这部电影真的是超乎想象 因为它不只是一部恐怖片 其实在里面还有一点穿插人性的故事 带一点难过会让你觉得内心被触动 这个让导演青水虫觉得非常的开心 觉得有接触到不同的年龄层了 这部电影的故事在说什么呢 竟然说它是改编自都市传说 那就跟这个旧犬名隧道有关系了 里面的主角他是一位心理师叫做森田咒 森田咒他的生活之中 开始发生了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 例如说他的哥哥和哥哥的女朋友 在夜游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意外 或者是这个镇上 开始有很多人失踪甚至是死亡 这三年之后就想说 这些种种接连发生的事情 可能都和这个全民村有关系 因为全民村就是穿越了全民隧道 所通往的那个村叫全民村 可能和那边有些关系 所以森田咒就好奇之下 他想要前往这个全民村一探究竟 究竟会是什么样的事情 待会大家可以看看片段来猜一下 尤其在里面饰演女主角的三级才华 他就有说其实在拍摄这一部片的时候 他就想和他遇过其他的剧组都不太一样 他就发现这个剧组会发生许多奇怪的事情 例如说是摄影机突然的就当机了 或是设备突然就跳电 就没电了现场就一片昏暗 但是他原本以为这样子剧组工作人员们 他们工作起来大概应该都是人心茫茫 或是彼此会很紧绷 但没想到这个剧组的气氛非常合乐 只要导演一喊咖 全部人就笑成一团 也让他觉得原来这就是拍恐怖片的现场 也是让他大开了眼界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只有日本恐怖大师 金水虫导演所指导的最新作品 《全民存》 来到这边 《人存》 《地团》 《人存》 《人存》 《戻了!" 《戻了》 《在挑战中》 》 在這部科幻災難篇末日驿站 可是之前有一部科幻災難篇 一心引力的續集 更被說是它是明天過後 加上了星際終結者 那故事在說什麼呢 故事就在說在外星飛船 墜落莫斯科事件的三年之後 其中有一位少女尤莉亞 她因為這個事件 她意外的獲得了一個外星力量 什麼力量呢 可以讓她可以統治 跟著操控水元素 當然擁有這樣的外星力量 所有政府都想要拿她 來當作實驗的對象 就連外星人也是爭著 要從她身上奪回 這個足以操控世界的力量 所以這個少女尤莉亞 她就必須要來做出選擇 要為誰而戰 尤其這一部電影 剛好說到它是科幻災難片 它裡面浩大的災難場面 又加上動逼針的特效 裡面最大的看點 水淹莫斯科是整部片最大的賣點 就是由銀翼殺手2049 以及雙子殺手電影的 視覺特效團隊 他們共同聯手打造的 那如果喜歡科幻災難片的朋友們 一定就要很期待這一部啦 這是現在正在熱映上映中的電影 末日一戰 沒有研究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 我給你一個人 我很多人負責 老父親 我保證給你 我保證你保證 我保證你 我們完全不知道 什麼二年代在 Москве 我們能夠信誉 誰不信任 我們在這次 他不信任 他不信任 在吗的 你躊在哪里 上 promising你対忆 致上ona 又来 依麻将你尽ların 出mor 我們必須飛到現在 誰讓你來? 你忘記了,尷尬 她唯一的關鍵 她是唯一的關鍵 她是我的命 她不是你一人 她是一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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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會死因為你 誰是你 你的人 你還是我的女兒 這就是你 快點 快點 我們人 我們要最後要救人 我們要救人 你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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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要带大家嗆先看 有什么电影即将要上映呢 这部电影是黑暗战狱 它可是有之前一部电影 一心引力的特效团队 打造的灾难巨作 这部电影就围绕在 当世界被攻击 甚至要被毁灭了 它们是人类的最后希望 而它们是谁呢 而地球又为什么会变毁灭呢 在这部电影里面 在这个地球受到的攻击 不是受到什么核子武器 或是受到什么恐怖分子的威胁 都不是 甚至你想象到的可能都不是 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造成全球的电力系统故障 陷入一片极黑 甚至人类被灭绝 唯独在东欧的一个小区域 人类在那里幸存了 为什么是设定在东欧呢 因为这部是俄罗斯的电影 所以你应该会知道 它就设定在东欧的小区域 人类在里面幸存了 它们就必须要找到 为什么 是什么原因 让全球的电力系统故障 而且在这个地方 唯独只有它们 还维持正常的电力运作 所以它们就必须要找到 怎么样 什么方式 可以来拯救人类 不被灭绝呢 尤其这部电影《黑暗战域》 更是由导演 伊果巴拉诺夫 他邀请到了 Linkin Park联合公园里面的成员 麦可小田 来帮这部电影制作主题曲 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叫做Fyne 非常符合它紧张刺激的氛围 我们就一起透过片段 先来看看吧 这部电影是《黑暗战域》 为什么我这是 对 因为我都要从不清 因为我减少的输励 现在人生的殿佛剑价值 了剩下 这代表有没有生产生 没有一千千年 如果我以前没有不挣的时候 我现在状况 通过违影 你是不是在那裡? 你是不是在那裡? 是在那裡 你現在知道 24天前一天有事 在那裡 全世界的關係 全世界 在所謂的世界上 一天都在暖面 所有人都在暖面 都在暖面 有人 160万人 你怎么想到 我现在最似乎的 我已经不理解 为什么我们要准备 可能我现在最似乎的人 有什麼想要你 戰略開始了 接下來這一部電影 是之後會在南港喜樂時代 影城獨家上映的電影 素人特工 你有幻想過想要當特工嗎 擁有超酷炫的裝備 和一群共患難的夥伴 這個素人特工在說什麼 素人特工裡面 就是由王大璐飾演的一位主角 他叫趙峰 他平常是一位無所事事的青年 但他非常喜愛極限運動 他一把他極限運動的過程 把它拍成影片 放到網路上面培養了一群粉絲 而在有一次的極限運動挑戰裡面 竟然讓他卷進了一個危險的任務 這個危險任務 是國際特工組織就找上他了 想要他繼續的偽裝 來和一個神秘商人進行秘密的交易 而這個神秘商人他要的是什麼呢 他要的其實只是一個寶物 用來換取可以毀滅世界的武器原料 但這個趙峰他一聽半信半疑想說 好吧 那我們就合作吧 他原本想說 這樣就可以當一個拯救全世界的英雄 所以他心裡想想 這樣也滿酷的 所以他就答應了 而在這一次的行動之中 靠著他們的機警 真的是搶到了寶物 但是沒想到半路就殺出一個陳咬金 這個警察們 還有當地的所有人 都認為他們是通緝犯 被發現了 所以就在一群的追捕之中 這趙峰和一群人 是順利接近的奪過了 而且也要和這個祕密商人 接上信要和他交易的時候 沒想到這個時候 一個夢寶大BOSS出現了 要把原料給搶走 而且當趙峰這一群人 要前往來去奪回原料跟寶物的時候 他竟然發現這個大BOSS 他的基地 他發現這一群人比他們想像中的 還要強大 那這一群素人特工 有沒有辦法對抗這些強大的BOSS 來拯救全世界呢 尤其這部電影素人特工 更是找來了好萊塢有票房保證的 蜜拉喬娃維奇 這也是他第一次參與華語電影的演出 那我們就一起來期待一下這部電影吧 素人特工 搖擾 系統 適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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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玩同樣的遊戲 越危險的越前 讓他們見識我們的厲害 我可以加工嗎 我可以加工嗎 老貴姬 誰首先到 誰先到你 我從幼稚園開始 就沒守過規矩 你們 老貴姬 你喜欢音乐 每个招牌 needs a theme song Darling I promise you Future Join us Imagine being me one day 新影片想先看回来要看到的这部电影是《在你身边》 这可是由真人真事改编而成的 故事在说在长达20多年来布努诺和马力克 他们一直在为自闭症儿童和青少年努力 他们在弱势的社区里面来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他们是如何去学习应对进退 还有在被认定是极度复杂的案件之中 来去处理好这些所面临到的问题 还要来帮助他们和彼此之间建立深厚的友情 而导演就说了 其实这件事情和这部电影是一个长达20年的约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在20多年前 他就因缘机会之下 他认识了这个机构和这个协会 他们是长期的在帮助自闭症的儿童 他当时就被他们的故事深受感动 他想说他想要把这样的故事拍成一个电影作品 让更多人来认识他们 但是因为爱于20年前 他的资金还不够 等到时间过去了 所有都准备好了 他想要把这样的故事 和他们所经历过的案例 串联在故事里面 想让更多人来了解他们 跟知道他们这些宇宙不同的朋友们 他们之间是有沟通的可能性 我们来看这个感人的电影 这部是在你身边 我们问你怎么办 在铃铛 在行车上 在座上 在租用上 在城为 凡阳 是 我会把你都在铃铛 我希望你 不可能 不太多 还是 社交平 这一战 小区务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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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在哪里 你推动了? 我推动了 你怎么做的事? 这是一件事特别的严厉 我所教的人 没有人 他必须外接的私教授 多少时间啊? 15日 《我考虑的方法》 他肯定的 我猜想起来 我会告诉大家,我会找到一个解释 你知识的这个公众吗 那些警察 你知识的什么是 警察的社交职业 你会在你的指导 你提供了一些问题 我们在招致 回到一个状况 更安全的 这些社会遵循 需要区域 接受患者的患者 或是不可能的改善 我告诉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识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海道韩馆这个地方 他为了他的家乡描写出不同的小说集 但是他选择在41岁的时候新生了 留下来的这些半完成的小说集 组合而成是韩馆三部曲 那你的鸟会唱歌呢 就是出自韩馆三部曲的特别篇 故事里面有三个童居室 有分别的角色叫做我 还有左之子 还有镜雄 但三人之间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 这个角色我和左之子呢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 常常会有一些亲密的接触 而这个镜雄默默地爱慕着左之子 三个人晚上就很喜欢喝酒作乐 享受一下这个放松的夜晚 所以你看到镜头很多 都会带着三个人平常的日常生活 像是他们喝着酒 打撞球 或是平常玩一些游戏 但是这三个人看是非常随性的相处 却是很小心翼翼的 在维持如薄冰般的关系 所以他们三人之间 会有什么样错综复杂 或是彼此会怎么样对应呢 这部电影《你的鸟儿会唱歌》 更有人这么一说了 导演用它独特的方式 来去把北海道寒馆这个地方 非常寒冷 冷冽的空气 透过镜头给传达出来了 可能是因为它的色调 或者是它取静的方式 都会让人家的感觉好像自身 就在北海道寒冠一样 我们一起来看这部电影是 《你的鸟儿会唱歌》 有没有移动 下来 《我的鸟儿会唱歌》 《我的鸟儿会唱歌》 《你都管的歌》 《我的鸟儿会唱歌》 8月になっても10月になっても 次の季節はやってこないように思える 酒臭いぞ 若さって亡くなっちゃうもんなのかな 飲みすぎだよ 心配してくれてんだ 優しいな 那是剩下 我們要走 真的有什麼事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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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 玩了 玩了 什麼事情 兒子 什麼事情 是孩子 莎智康 新影片的搶身看 回來要看到的 這一部電影和畫作有關係 這部電影是謊話情人 即將畫有關係的電影 滿多的像是丹麥女孩 或是匿名的畫作 但是這一部電影 它可是用藝術作品來去編造 美麗的謊言 又或者說這些昂貴的名畫之中 他們可以看出什麼樣的人性考驗呢 在這一部電影的主角 他是一位藝術評論家 他叫詹姆士 詹姆士有一次在一個旅程之中 他就遇到了一位長相非常漂亮 又很迷人的女子 他叫做貝倫尼斯 兩個人就一起討論畫 對這個藝術也非常有興趣 他們決定要去來拜訪一個 藝術作品的收藏家 而在這拜訪的過程之中 就隨著詹姆士 他答應了一場神秘道畫任務 逐漸讓事情慢慢的走偏了 這個神秘的道畫任務 也就是他們的僱主 要他們說 你去幫我偷一個非常昂貴的名畫 我指定要那一幅 你想盡辦法 不管怎麼樣 你去幫我偷回來 畢竟你知道 人心如果是貪婪的話 可以吞下一頭像 這個詹武士 他就眼看著這些 如果偷完這個名畫 回來會有什麼樣的利益 他就被這些利益給打動了 他答應了這個神秘道畫任務 但也隨著他答應之後 他去竊取這個名畫的過程 而讓這個事態 逐漸地演變成不可收拾的情況 而這部電影《謊話情人》 更是第76屆威尼斯影展的閉幕影片 我們來看這部電影是《謊話情人》 有多年輕人有多年輕人 如果您能找出任何藝人 這位女性有多年輕人 誰會在看哪兒 在我房子裡有一個大廢物 在這家裡有藝人 有藝人 無論理有這家人 在超過五年 在過五年 龍德蓮 你您是名字 這是一名名 請問她 想想想想想想看 看著和描述現的工作 no,no,no I cannot abide such things 你可能會任何關於大館的大中文 And why would you do this for me? I'd value Adeptly Jans And I'd like you to procure one for m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要带大家抢先看的是一部纪录片 纪录下的是有乐坛跨界狂人之称的 岡萨蕾斯他精彩的音乐生涯 因为岡萨蕾斯他曾经获得葛来梅奖 他小时候在他的家乡 加拿大支售古典音乐的熏陶 他旅居到了德国的柏林 开启了他不一样前卫的音乐事业发展 例如说他一开始从爵士到后面流行 后来rap到后来freestyle 到电子音乐 甚至最后是钢琴的独奏 这一连串的音乐有不同的风格 也是帮他开创了创新的音乐时代 也打破了传统 还有他自己个人的记录 而这岡萨蕾斯他的音乐也持续地活在很多人的心中 用这一部纪录片要带大家认识一下 岡萨蕾斯他一生之中的传奇 这部电影就是《闭嘴 韩琴》 待会儿透过片段就可以让大家更加认识 岡萨蕾斯 今天电影情报站帮大家整理了 在现在有什么样的电影是正在热硬抢 来推荐给大家 也带大家抢先看了之后 会有什么电影即将要上映 也希望大家看电影愉快啰 我是林舒华 我们下次见 Ding dong Who is it? Do you feel like an outsider as a teenager? An outsider? Yeah I took a trip to Europe with Peaches It turned out that this Berlin experimental punk art scene was an easier place to try to find my audience And these are what my musical superpowers really are about is the instant ability to make music out of anything This was the turning point from screaming to get attention to trying to do something with this attention A truly clever pop musician can do so much with so little Those of you who know me you know I'm a bit of a megalomaniac So how does a megalomaniac start off a song? Eins, zwei, drei, vier We didn't know that the loud guy could do this also We didn't know that the loud guy can also keep our attention being quiet in a way Here you go Period 29 31 31 31 3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